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庆丰收 敬请收看本期乡土 土耳地家的麦希莱夫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今天我们将带大家去参加一场麦希莱夫 麦希莱夫是维吾尔语中聚会的意思 是一种民间的娱乐活动 是指大家聚在一块唱歌 跳舞 聚餐 那么今天要带您参加的麦希莱夫 我们去看一看主人家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场聚会 他们又为了这场聚会做了哪些准备 这里是库尔勒的一个梨园 梨园的主人叫托尔蒂 最近他忙病快乐着 他家的梨园开始采摘了 梨园里种的是名满天下的库尔勒乡梨 收获的忙碌并没有在托尔蒂的脸上留下疲惫 兴奋与开心溢于言表 孔雀河水浇挂了这片天山脚下的绿洲 孕育了文明侠尔的库尔勒乡梨 也造就了孔雀河流域的维吾尔族独特的文化和风俗 库尔勒是一座因石油而兴起的城市 是一个因乡梨被家喻户晓的名字 一个崭新而又古老的地方 崭新是因为这里在1984年才正式建市 古老是因为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上 从北疆进入南疆的咽喉要道 近几十年库尔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拔地而起 然而果园里香梨的味道和当地维吾尔族 表达喜悦的方式却从未改变 每年香梨成熟 土耳地家都要举办一场麦希莱夫 麦希莱夫就是聚会的意思 亲朋好友相信邻居聚在一起 吃饭唱歌跳舞开心一下 这几天大家的心情都不错 时不时地小聚一下 父子俩觉得现在举办麦希莱夫正式时机 港币国家都不用退席 我爾王来西亭背叨 我尝诺在瓦里面 在和尖草诺上 我尝眨求和尔了 我尝诺在哪里 你每个人都要吐了 你一直在和尔兰 让你我们选择 我想 看見你端然是一座一座的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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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你 我 但我想 我 看見你 我 說 你 我 埃比布拉是村里的民间艺人 谁加班麦西莱夫都会请她去帮 她正在教村里的孩子们敲纳格拉 地上这些大小不等的鼓就是纳格拉 一种在麦西莱夫上不可缺少的乐器 现在我们去做了个小不得了 还有这个小不得了 我们在家里面的故事 我们在家里面的混合着 我还没有说了 你放手去做了 你放手去干什么 你放手去做了 你放手去喝 你放手去做了 你放手去 好 没什么 你放手去做了 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 在家里面的我们在家里面的 今天你放手去把 把他去去 各自在的那些人都要去 就要去去 那你去去去吧 那我去去 那你去去去 那我去去 江大姐你好 你好 你去吧 你去吧 哈哈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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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也好的 呃 这样子 我们那个明天 我们家圆子 呃 举办一场那个 呃 呃 想你分手 没出来不 啊啊啊啊 就是就是 去年一样啊啊啊啊 呃 那 啊啊 行行行 这样子话 你过来啊 一定要过来啊 好好好 行行行行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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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姐是土耳地母亲的生前好友 两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最近张大姐也在为乡离丰收忙活着 二 二 三 二 四 二 五 这个就是我们坑的乡离丰收了嘛 大家都特别高兴 一群姑娘快乐的摘乡离 一边玩耍 一边摘 就是这样子一个情景 这个 为了把这段叫做香离甜甜甜的舞蹈排好 他们还专门请来了维吾尔族舞蹈老师 往上 出往上 出往上 对 挺好的 我们收拾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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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小的办法他就会跳 就不知道咋会这样就会跳 最前面拍的时候有困难了 动作上面还是有困难 我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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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动作就这么拍出来的 现在跳的可以了他们 我们到北京的时候 我们穿上这个维舞板服装的时候 一出现 肯定是新疆的 太美了他们 暂时的人特别多 真的确实不一样 感觉我们自身感觉也不像 就觉得好自欢 他们新疆人咋这么美 你们高不高兴 高兴 只要这个音乐着衣起来 好像大家的心动 好像就想跳起来那种感觉 就想跳 说到当地人对维吾尔族舞蹈的喜爱 张大姐建议我们去看看这里的广场舞 我们这方的广场舞和内地确实不一样 现在汉州人和维吾尔族 全部大民族大团队 全部融到一起 跳得那种很欢快 我就觉得到家里心情不舒服 你跑那方去一看 马上心情就舒畅了 这里是库尔勒市中心的广场 秋天的库尔勒天天都有明媚的阳光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 土耳地家要举办今年的丰收迈希莱夫 在羊做抓饭 是迈希莱夫上不可缺少的内容 所以土耳地要提前去市场买一只羊回来 离家不远就有一个活处交易市场 每天有大批的活羊被运到这里交易 小城市场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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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羊选哪只好呢 方便切 肉吸器 鸡仔 排多少 排方面 一分 aperture 鸡店 经挑细选之后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这只羊以2000元的价格成交 买完羊之后 土耳地又跟父亲一起去了哪里 他们还为第二天的埋西莱夫 做了哪些准备 被邀请的客人又做了什么准备 广告之后 土耳地家的埋西莱夫 继续为您播出 一直在忙果园里的事 父子俩有日子 没好好打理一下自己了 这次到里面 吃月封立美 出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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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梨树开花一直忙活到现在 今年梨园的收成不错 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了回报 这一刻应该是父子俩半年以来最轻松的时光了 太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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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那我一刻去 那我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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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 足够了 你用手上盖,你用手盖 嗯 你用手盖你 我用手盖子了 你用手盖子了 你用手盖子了 你用手盖子 你用手盖子了 托尔蒂的老父亲对这里的服务非常满意 临走之前要我们帮他拍张合影 从理发店出来 父子俩并没有直接回家 我们帮他拍张合影 我从心里拍张合影 我从心里拍张合影 我们帮他拍张合影 我二人一来拍张合影 是 这个阿里华族特别重视这种猫子 我们一般在我们的婚礼买西莱夫等到校场和一定要穿这种猫子 你看今天我爸爸挂个胡子 完了以后立个发 完了以后买了个新猫子就是特别有精神 这个买个新猫子就是从头开始都是新的 就在托尔地父子俩为第二天的买西莱夫做着各种准备的同时 被邀请的张大姐也在做着准备 她打算带两个姐妹一起去 小熊 可以拉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拉 维吾尔族人他们对这个着装上特别要求 他们穿的特别艳丽 他们也是都穿的是肾装 那我们也要很重视这个买西莱夫这个跳舞 要穿裙子呀不能太露 因为这个维吾尔这个习俗特别尊敬老人 所以呢我明天我去的时候呢 肯定要搭一个三啦 实际上我们家里衣服也挺多的 为了重视这个活动啊 我们就能买一身新衣服 就是很重视 我们心里也高兴 玩得开心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 土耳地家就开始为迎接客人做准备了 连小孙女都在一旁帮起了忙 阿比布拉大叔也如约枣糟糕过来了 买西莱夫没他可不行 阿暴 西莱夫 做准备 鼓声和乐声一起响 马上就吸引来了附近的人 随着音乐就跳了起来 反白希莱夫不需要提前通知附近的邻居 鼓声和乐声既是通知也是召唤 邻居们听到鼓乐声就会换上最好的衣服前来参加 同时这鼓乐声也是迎宾曲 老远就让客人们感受到了欢乐的气氛 客人们陆续到了 除了专门邀请的客人之外 按照维吾尔族的风俗 哪怕只是一个碰巧路过的路人 听到这召唤的鼓乐声都可以来参加 里面的视频 客人们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手 因为主人已经准备好了各种水果和干果 一会儿还有抓饭 招呼客人洗手 就是让他们尽情享用的意思 聚餐是麦西拉夫上不可缺少的部分 炉子上的大锅里炖着肉 飘出阵阵肉香 也传达着主人的热情 用肉汤把米焖熟 再配上这香喷喷的羊肉 便是今天麦西拉夫上的大餐 按照掌用顺序给大家蹲上抓饭 麦西拉夫的聚餐也有分享的意思 分享成果 分享收获 也分享喜悦 蹲上抓饭也就意味着 今天欢庆的高潮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现在见到你们非常高兴 我希望 今天我的小场子 你们每吃 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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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在家里面睡觉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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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首先 歌舞是麦希莱夫上重要的内容 土耳地能弹会唱 每年他都会唱一首歌来开场 为大家热身 那这样子 今天我们的这个朋友们 这个我们蒙古族朋友们也过来 举重到我们这个场合 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了 非常好的一个节目 请我们收乡 请想一下他们的节目话吧 今天很高兴 能参加我们库尔勒维尔朋友的 上里 麦希莱夫 下面赞亮给大家 唱一首蒙古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梁希莱夫的主持人 那我们唱起来吧 唱起来吧 歌舞也是一场麦希莱夫的高潮 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喜悦 赶走烦恼 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时候通常主人会最先跳起来 他们弹唱的 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 库尔勒·塞乃姆 塞乃姆是在维吾尔族民间流传 非常广泛的民间艺术形式 在歌在舞 节奏鲜明 欢快热烈 在收获的季节 勤劳的人们 跳起欢快的塞乃姆 表达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 时代的发展 不曾磨灭这传统的欢愉 不管到什么时候 对生活的热爱和赞美 都不会远离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果园里的笑声 还是广场上欢乐的人群 库尔勒人的热情开朗 都让我们深受感染 在鲜明的节奏和欢快的舞步中 我们和他们一起感受着 生活的美好和收获的喜悦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广西北海养乌龟的人家多 房顶 楼下 池塘都可以利用起来 龟板可以泡酒 还可以熬成龟灵膏 当地养生方法多 老阳宫是什么样的戏曲 北海人为啥特别喜欢听 孝顺的儿子 闲事的老人 慢悠悠的生活欢乐多 下期乡土 走进北海的一些养归人家 看看他们的日常生活